小玲玩忌 今日单词 What is this? Great This is diary Hi 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小玲要跟大家一起来玩装饰日记本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 在拆这个玩具之前呢 一定不能拆这边就 哐哐哐的拆掉了 因为它是按照顺序来拆的 看一下 这边呢 是有数字的 一 二 三 四 五 一共呢 有五个 OK 那现在我们先从第一个洞开始拆 看看里面有什么呢 会出现什么东西呢 5 这个呢 是那种塑料的贴纸 就是比纸的贴纸它会坚固一点 对 会实用一些 有绿色的这个 还有紫色的 绿色的这个要稍微透亮一点的感觉 这边呢 是一个盒子 应该就是整理盒 就是把待会呢 日记本的东西呢 都可以放进去 好 那现在看一下第二个洞里面会有什么 竹竹 竹竹竹竹 咚咚 打开了 哇 我好喜欢这种 这个好像应该就是日记本了 日记本的壳 这里面可以装一页 内页 然后呢 这个是日记本的封瓶 这个呢 就可以装各样的文具 这边是用作什么的呢 待会会告诉大家 第三个 哼哼 草 哦 我知道这个 所以这个呢 是可以做贴纸的贩卖机 闪闪的 粉粉的 跟我好配哦 哦 这边还有一个 哦 这边是内页 然后还有一个小绳子 那现在呢 打开第四个和第五个 根据我的经验吧 应该是贴纸 因为这个贴纸贩卖机嘛 它一定要有能够做出来的贴纸的图案部分 哦 黄色为底色的耶 我好喜欢 哇 有祝福生日的 生日条的部分 还有各种名字牌啊 哇 小丑又小猫猫 再一个 看一下这边的贴纸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图案呢 这边是粉色 感觉 表情包 还有粉粉的 试粉 这种各样的 哦 这边呢 是糖果系列 好了 现在呢 五个洞呢 都已经打开了 我再看看里面还有 哦 这边还有一个粉色的东西 这个是不能通过这个洞的 所以要从这边打开了 哇 好可爱 铅饼盒 好 那现在呢 就赶紧来用一下这个贴纸贩卖机吧 哇 在做这个贴纸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任机粉组装起来吧 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环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可以往下拉 然后像这个立体的贴纸也是可以放进去的 做内液 然后呢 就是剩下的 哦 提上去 哦 关好 日记本的内液呢 就已经组装好了 很简单吧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边 一定要注意哦 是出贴纸的这边呢 在里面 然后这个呢 是日记本的外液 这样 就直接扣上去了 组装完成 啊 然后它不是会容易被打开吗 这样 所以就还可以有一个固定的绳子 贴纸日记本就组装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就赶快来制作贴纸吧 很多小朋友写日记的时候是不是都很喜欢装饰呢 所以呢 现在就赶快来制作一些可以用于装饰日记本的贴纸吧 用我们的这个贴纸贩卖机来装饰 现在呢 再从这两卷里面呢 选一点我们喜欢的主题 粉粉系列的化妆品 这中间呢 还有这种名字条什么的 可以就是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上自己的名字贴上 粉粉的糖果主题 粉粉小饰品 表情包 贴纸呢 从这边 我们再打开这个日记本 从这边按照这个箭头的方向呢 拉出来 呜 呜 呜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立体的 一个一个的往里面放 呜 出来了 哇 神奇 小猫猫 哇 现在呢 我们的贴纸呢 全部都已经做好了 那这个地方呢 它外面呢 有一层塑料纸 我们把它撕下来 那这样呢 就跟我们平常呢 用到的贴纸是一样的了 那除了这些贴纸呢 我还准备了 开始了 首先呢 是第一页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呢 打印了这个 现在呢 它就变成一个可以贴的贴纸咯 贴在这里 很可爱吧 然后呢 在下面呢 再贴一贴我的标志 然后再选一个小的 小的玲玲 那上面呢 还有一点点空 上面呢 我就直接来一个我们刚刚做的这个贴纸好了 好了 现在呢 把我的名字写上 用四十八 第一页 完成 开吗 小灵日记本第一页 翻开 这边呢 好像是那种日程表 就是每一周呢 你要做什么 比如说呢 到了下周二 或怎么样呢 有朋友的生日要到了 所以就可以 这个蛋糕呢 是最像的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这个蛋糕吧 虽然有点大 小蛋糕的样子 小蛋糕的样子 后面几页呢 就是 中中日记本呢 日记格子 我先写一下日记吧 根据这个日记内容来装饰 好 开始写了 好 我写到这里了 我说今天呢 约了夏天一起去逛街 我们买了很多东西 比如 这个时候呢 这些东西就可以拿这个 来代替 袜子 还有一个 身甲油 小熊玩偶 可爱吧 今天画上爱心 我们都很满意 然后我跟夏天呢 我们都是养了狗狗嘛 但是我们很喜欢小动物 所以下午我们还去了 猫猫咖啡厅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我们的猫猫贴纸了 嘿嘿 可爱 嘿嘿嘿 我们下午去了非常好玩的 猫猫咖啡厅 再贴一个猫猫 猫猫 咖啡厅 今天超级开心的 好了 那上面呢 还留了一点空格 就是为了表达一下我今天的心情 比如说呢 可以写一个天气情 然后呢 心情超好的 好 剩下的呢 如果觉得还是有一点空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个立体的 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爱心 日记本 今天超级开心的 这样呢我的日记本就装饰完成了 怎么样是不是又好看又实用呢 而且呢装饰完日记本之后呢 好像又重新有了写日记的热情了 因为可以边装饰边写 感觉还蛮有趣的 小朋友也有在坚持写日记吗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 点赞和订阅我们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哦 对了 大家如果有好看的日记本装饰呢 也可以发给我们看看哦 拜拜 大家好我们是 林可家族 你们听说了吗 这一次林可家族夏日巨蟹 会有英雄诞生哦 英雄是谁啊 什么 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英雄 你别着急 我告诉你啊 这个英雄就是 是 三击侠 突击侠是谁啊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突击侠 我突击侠 在你们危险的时候 就会出动 小朋友们有危险 我在出动了 好帅啊 好帅啊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突击侠是帮助 小朋友们的英雄 可是突击侠 什么时候播出啊 8月14号 首播 那我们就 8月14号 不见不散